我的男孩不想看我 他也不會再跟我說我 在電影To Leslie中 全是花光樂透獎金 酒飲禪生的單親媽媽 英國女演員Andrea Riceboro 安哲雅 麗斯布洛 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跟凱特布蘭奇 楊子瓊等 A卡巨星角逐影后 如今卻傳出這份榮耀 可能不是演技受肯定 而是有違規嫌疑 我不會再做這一次 根據外媒報導To Leslie一片 全球票房不到4萬美元 約新台幣120萬 是史上票房最低的金獎提名片 如今女主角入圍奧斯卡聲明大噪 可能全靠名人公開拉票 又有消息指出定 團隊聘請宣傳公司 舉辦私人特音會 沙利賽融 葛尼斯 派特洛等巨星 都是座上嘉賓 奧斯卡入圍名單公布前夕 大批名人都在網路上公開大讚 Andrea的演技 除了影視界名人公開加持 該電影的官方IG 一度引用知名影評人 理查洛普的PO文指出 欣賞凱特布蘭奇 但最喜歡Andrea的演出 被網友認為宣傳手法 違反美國影藝學院 禁止任何以作品名稱或標題 相比較的規定 宣傳手法各種採線引發爭議 目前美國影藝學院 就此事進行審查 若證實違規Andrea恐被連累 入圍資格可能會被取消 原本的影后夢 也將因此變成一場空 閃地新聞承還報導